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嘉嘉 一到六七月份,天氣就會又焗又熱 而這些天氣又很容易出現中午大太陽 而下午就下大雨的情況 而就因為這樣的天氣,很多小朋友都會出現發燒的現象 住在龍津路的新媽媽,阿玲,就因為她的BB發燒 令她自己瘋狂,到底是甚麼回事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來… 阿B發燒,我要帶她去醫院吊針 你看,她很生氣 不怕,你焗一身汗就可以了,沒事的 當然不是,你趕快跟她脫下衣服 用ACD的手精幫她抹一下 不用的,焗一身汗就已經退燒了,沒事的 你相信我吧 你也沒有方學,你那時候也是舊一套 當然不是,你相信方學 我應該相信誰才好 當然相信方學 當然相信我 小朋友發燒,對於第一次做新媽媽的阿玲來說 真的會倒捨在螺蟹 而且她的奶奶和隔壁的鄰居阿姨 兩個人,兩把口,兩種意見 也會令她亂上加亂 其實這個小朋友小時候發燒 也是成長過程當中的必經之路 如果說你發現家裡的小朋友有發燒的話 又應該怎樣去處理呢? 今期的節目,我們就為大家一一去調查一下 說到小朋友退燒的方法 各位媽媽就最有發言權了 所以我們調查完就特地請教了幾位資深媽媽 如果小孩子發燒的話,你第一時間會怎樣做? 所以一定要買那個冰棒貼 家裡有些退燒油給她吃 有些丁丁,貼了一些牙 都喝水唄 然後高燒三四九度了 然後就會給她吃點退燒藥 有給她那個貼那個什麼 退燒貼 我一般都會退燒貼 後來會用物理降溫 怕會溫水掌死一下打亮 物理降溫 為什麼呢? 醫生一般都是這樣建議的 先用物理降溫 然後不行的話,用一些退燒藥 起碼你比較溫泉這樣嗎? 我也不知道聽人家說的吧 很多人介紹這樣,因為男士 首先安定我們的心,貼一貼一貼一貼 經過採訪我們發現 大部分的媽媽在小朋友發燒的時候 第一時間都會採用物理的方法 為小朋友退燒禁 原因就是不用打針、吃氧 可以避免藥物副作用和耐藥性的風險 雖然各位的出發碟是一致的 但是關於物理退燒的方法 各位媽媽給出的意見就不盡相同 與此同時,我們的調查員 也都在母英網站上瀏覽了一分 關於物理退燒的方法 大大話話都有十幾種 根據網上的資料 其實這些方法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是傳統飯 第二類是降溫飯 第三類是月位飯 雖然這些方法 每個人都有人評論說試過有用 不過我們的調查員就說要一一驗證 嘗試幫各位媽媽 找出最有效、最安全的文理退燒粉 相信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都有一個類似的經歷 就是當我們發燒的時候 家人就會跟我們說 快點喝多點水 一不然就拿一張口口的棉胎 焗著自己 焗一身寒就包你什麼事都沒有 其實這些傳統的方法到底有沒有用 為了搞清楚這個護理方法是否科學 我們就來到廣東藥學院第一附送醫院的兒科專科 找前主任幫我們解答一下 醫生還跟我們說 傳統焗汗很容易引起高消驚犬 這個是指六個月到四歲的幼兒發燒的時候 很容易會出現定發症 主要表現為突然發生的 全身或局部肌群的強直性或是震亂性臭蔥 雙眼球形視、邪視、髮直或是常犯 嚴重的話還會喪失意志 所以我們一直都認為萬事萬靈的焗汗法 其實對小朋友是不太適用的 而更加科學的辦法就是想辦法令身體散顯 如果按照這個道理 第二類的降溫法看上去似乎科學好多 根據母英網站上面的方法 降溫類的物理退消法著有三種 第一種是用30-50%的醫用酒精測試鏡 液窩、大腿筋等位置 第二種就是退熱 第三種就是用熱水浸泡毛巾 包在小朋友腳上面20分鐘 接下來我們就來實驗一下 看看哪種方法最有效 現在桌面上就放了三杯水 他們的溫度全部都是在40攝氏度 稍後我們就會嘗試一下 用網上所說的那幾種降溫的方法 去令到這些40度的水快速降溫降到37度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還會計算它的時間 用了幾長的時間才可以降溫降到37度 然後就可以對比這個方法 哪一種可以更加有效更快速我們的降溫 我們這三種方法分別就有 用這個酒精測試 會在水中用的 而第二個我們就會用溫水 打濕毛巾 然後再用毛巾 包著這一杯水這樣降溫 而第三種方法就是用退熱貼 貼杯令到它降溫 我們等一下就馬上來看看這幾種方法 這一種可以最快速最有效了 馬上進行實驗 一號水杯使用的三十件酒精測試 從溫度界的水銀柱我們可以看到 在刷完酒精之後 水的溫度幾乎沒有下降 二號水杯採用的是敷溫水的毛巾 當我們的調查員家家用水杯敷上毛巾的時候 水銀柱就開始慢慢下降 從40度下降到37度 用時3分22秒 而三號水杯就是採用退熱貼的溫度下降用時3分29秒 從今次的實驗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如果說是以它的降溫效果來看 最好的應該是用溫水打濕了毛巾 然後再進行包裹這樣出來的效果就是最好的 但到這裡我就不太明白了 如果說按照降溫的效果來講 不是應該用凍水毛巾會降溫降得更快嗎 還有這個溫水到底它的溫度要達到多少 才更加適合於小朋友的降溫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做下一個實驗 為了令到實驗結果更加準確 家家就在辦公室裏面找一位志願者參與實驗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調查員家家準備了兩盆水 一盆溫度是5度一盆是35度 按照網上的方法用毛巾打濕 並且分別包括志願者的左右手 我們在實驗之前 志願者左手和右手的溫度分別是33.5度和33.7度 經過20分鐘之後我們再來看看志願者的體溫變化 好 二十分鐘就過去了 我們現在首先來猛一猛 我們志願者小文 他兩邊的手有什麼感覺 在敷著溫毛巾和濕毛巾的過程當中 他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我們先說一下用溫水這邊的有什麼感覺 暖暖的挺舒服的 然後就開始冷了 現在還很冷 對 現在很冰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我覺得它熱了 它熱了 對 因為剛才5度是冰水 現在是暖了很多 如果兩邊去對比的話 你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哪一邊給你的感覺是比較舒服的 這邊 溫水那邊 嗯 我們現在用這個測溫槍 測下小文的關節位 兩邊手的關節位 會有多少的溫度 我們先把這個 冷水毛巾的 先拆開 嘩 真是很暖 好 然後伸直隻手 好 經過了測試之後 現在發現小文的右手 也就是剛才包裹著 5度的冷水的毛巾那隻手 現在溫度是降到31.9攝氏度 好 我們現在再來測下右手 剛才用30度的溫水 包裹的這邊這隻手 它的手壓位現在溫度是多少 先拆開一條毛巾 我真的冰過剛才很多 剛才還有一些和和暖的感覺 嗯 那經過了測試之後 我們發現得出來的結果 就比剛才的右手 也就是用冷水那邊 是要溫度還要低的 現在溫度是30.9攝氏度 足足低到成度 從剛才我們小文的主觀感受來講 他也是覺得說 用溫水敷這隻手 是會比較舒服的 而從我們的實際數字的數據來看 也都是用溫水來敷 效果會更加好的 但為何結果會是這樣的呢 溫水穴 溫水擦身 擦腳 那是可以的 因為在發燒的時候 它在上升期 鐵溫上升期 就存在一個周圍的循環不好 那麼我們用熱毛巾 把它搓腳底 搓腳心 搓下肢 改善它的循環 幫助它的散熱 這是合理的 除了溫水 足進血液循環 由於小朋友發燒的時候 毛孔會張開散煙 如果在這個時候 再用冷水刺激蓋 就會令到毛孔收縮 反而令到身體裡面的熱量 更加難地散出 剛才我們就知道了 用溫毛巾來敷的方法 對於快速降溫 是有很好的功效的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有一些媽媽 為了可以快些 幫嬰兒退燒下來 還會雙管齊下 比如說用這個 中醫的月位療法 這樣去幫它降溫 這個中醫療法 到底又有沒有用的呢 網上比較流行的月位 退燒法只有兩種 一張用霍香淨汽水 浸濕棉花球 然後敷在肚臍那裡 另一種就是用兩片生薑 貼在手碗內蒸 即是平時中醫把脈的地方 十分鐘 霍香淨汽水 具有解表化心 利氣和中的作用 還可以用於外感風寒 或者下傷鼠濕所致的感冒感 而我們都知道 生薑是可以去風防暑 如果按照用藥來說 是並沒有不妥感 那究竟這兩個方法 又可不可以用於兒童退燒呢 這個方法呢 我也留意到 有人這樣做 但實際上它還是作用不明顯 比如說霍香淨去水 不肚臍 它其實霍香這些水裡面 它就有酒的成分 有酒性成分 即使用生薑放在手碗來退燒 我覺得這個意義就不太大了 退燒作用不明顯 醫生都說了 其實這兩個方法都是無效的 那麼在小朋友發燒的時候 又有沒有一些中醫方面的方法 可以幫助退燒呢 在我們中醫 特別是針灸 推拿範圍內呢 還是有很多減便可以操作的方法 比如在家裡可以做到的 就是首先介紹一個小兒的捏劑 小孩讓他不握在床上 或是另外一個人來抱著 從背部正中間 然後把它的肌肉拉起 然後往下捏 這個捏劑的話 當然還是要簡單的培訓一下 這種方法它退燒也是很明顯 另外一個方法可以用小兒 比較小的 比如說幾個月到一兩歲的 可以用按摩點線方法 在取齒鞋 或者是合骨鞋 或者是第七頸椎 叫大椎線 這需要來點按 揉一揉 每個肌肉 揉它三到五分鐘 這樣的話它有退燒作用 還可以用簡單的刮痧療法 刮痧療法 在家庭可以講便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用花生油 或是一些萬花油 潤滑期 然後塗在鍋窩 或者走窩 或者是在頸部 背部 然後用比較平滑的 記住要平滑的 不要刮痧 某磁根 或是一些其他有刮痧的專門器械 然後來刮 這樣的話它退燒一下 保管要適合兩歲 兩歲以上的小孩 保管在背部 在背部毒麥 糖光精 這些序位上來 這些經過上來拔灌 或者推灌 它退燒得很快 還有呢 醫生做的 可以用放血的療法 或者療法的 可以在耳尖 在耳朵的尖端 或者是在 發燒 幫我喉嚨痛 咳嗽瘦的 都很快 放血也好 保管也好 最好是醫生來操作 滅疾 穴位點暗 或者是刮痧 可以我家家來操作 我注意 就是刮痧也好 滅疾也好 用力不能太忙 因為小孩的皮肤肌肉還比較焦陋 剛才我們就一次過試了六種的物理退燒方法 發現只有其中的兩種是可行的 一就是退熱貼 二就是敷溫水毛巾 那是不是就是說 我們小朋友當他有發燒的情況的時候 媽媽就可以完全沒有後顧之憂 用這兩種的方法去幫小朋友進行退燒呢 物理退燒可以幫助這個 在散熱期的時候 幫助的體溫 迅速地降下來 也有作用 有幫助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 一種體溫上到39度左右 物理退燒起不了太大作用 還是要通過化學的 就比方美銀 泰洛鈴來退燒 聽完醫生的意見 我們就知道 其實物理退燒並不是萬金油力感 這些降溫方法 更多只不過是減輕小朋友的不識感 只不過回想我們的調查員 問資料的過程 其實網上很多物理退燒的方法 都是非常之不合理的 但是依然有不少媽媽願意去嘗試 甚至迷信物理退燒法 除了物理退燒的方法更加安全 另外一方面 是因為各種的用藥問題 刺痛了家長的神經 而最近的一則新聞 就更加令到各位媽媽提心吊膽 廣東省醫師協會兒科醫師分會的主任委員 陳韻斌說 一生病就吊針是用藥互居 尤其是小朋友 應該儘量減少輸液 在西方很多國家 不到萬不得已 醫生都不會給小朋友輸液 因為經常輸液 除了會導致細菌耐藥性增強 越來越難以對付之外 真的會把玻璃殘渣輸到血管裡 當時我們就提到輸液瓶當中 有可能存在玻璃殘渣 而這些玻璃殘渣就會隨著輸液管流入我們的血液當中 聽起來就是無管動 究竟這個說法是真實存在還是流料呢 馬上為大家展開調查 根據網上這篇文章提到 吊針其實是一種風險相當於小手術的治療方法 由於輸液瓶當中會釋出玻璃殘渣或者塑料殘渣 而這些微小殘渣會通過輸液管進入血液 並在血液裡面永久堆積 從而令到血管壁變得粗糙 增加血管疾病的風險 文章還提到 以我們常用於退消的抗傷數為例 1毫升的葡萄糖加入青梅素的藥液當中 可以檢出微經為2到16微米的微粒542個 500毫升的藥液當中就會有20萬個微粒 嘩 輸液一次就有20萬個微粒進入血液 聽起來也令人無管動 對於這麼恐怖的消息 各位媽咪又有沒有聽過呢 對於雪液瓶裡面有玻璃殘渣的這個說法 很多家長都似乎蒙茶茶 而有些家長聽到我們的題問也嚇了一跳 究竟雪液瓶裡面是否真的存在這些殘渣呢 我們一於跟著調查人家家一探究竟 我們剛剛就在醫院從工作人員的手上拿了這一包普通的針水回來 而現在我們就來到廣東省微生物研究所 馬上來找老師幫我們看一下這些針水當中 是不是真的跟全民所說的一樣 裡面含有大量的微粒了 老師你好 這邊呢我們有剛剛拿回來的一包就是普通的一些針水 然後我們想知道說裡面會不會存在有大量的威力 然後就麻煩老師你在我們的這個顯微鏡底下看一下 我們的實驗員從針水裡面取一毫升的液體 並且放入顯微鏡下面觀察 從圖我們可以看到 電腦屏幕當中的這個顏色比較暗的點 就是吊屏當中的微粒 而實驗幫我們測量一下 這些微粒的直徑有25微米 嘩!可以想像一下 吊一次針 眼前的這些微粒就會前附後介進入身體 真是不敢想像的 其實人的血管是非常小的 這些微粒有沒有可能進入人的身體呢? 陳老師啊 那麼在這個顯示屏當中顯示的 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 其實真的是有微小的顆粒的 那這些顆粒會不會進入到我們的血液當中呢? 按道理是可以的 它只有20微米左右吧 但是如果在上面加一個過濾器的話 這種進的概率就比較少一點 是樣子 那剛才按照張老師的分析 好像我們平時打針的時候 針管都是會安裝一個過濾器的 如果說在這個過濾器的作用底下的話 這些微粒又會不會減少一些呢? 那我們現在立刻再請張老師 按照剛才的一個實驗重複 再來看看 等針水完全滴完之後 我們的實驗員把過濾器拆開 用肉眼看上去 過濾器依然是白雪雪很乾淨的 只不過我們把這個過濾網放在顯微鏡下面 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過濾網的纖維已經填滿了黑色小顆粒 照這樣看來 這個小小的過濾器真是挺有效的 不知道經過過濾的針水 當中的微粒有沒有減少呢? 實驗繼續進行 實驗員將這一杯經過過濾的針水當中 取樣一毫升 再次放入顯微鏡下面觀察 眼前的一幕真是令我看到大喜一驚 雖然經過過濾之後 針水當中的微粒的確少了 而且直徑也沒有過濾之前那麼大 但我們依然很輕易地看到 不少飄浮在針水當中的微粒 釣瓶當中的針水 經過過濾器的過濾之後 裡面的顆粒是真的會大大減少 但是這樣數量的顆粒進入到 我們的人體當中 又還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呢? 它可以慢慢的堆積 會堵塞一些血管 堵塞一些血管的末端 那麼現在我們的失業器裡面 有一個過濾的 即使液體通過這個過濾的 還有很多很多的微粒的 還會進到血管裡面 所以並不是說一發燒 就要打吊針這個觀念 其實這個觀念 這個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也說了很多年了 但是還有一些家長 一發燒一高燒 他就跑醫院跑 打退燒針 打吊瓶 就要求醫生給這個 這個是要看情況的 調查到這裡 相信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對於物理港灣的這些方法 又或者是打吊針存在的風險 都有所了解的了 但是可能也會有一頭無水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物理降溫的方法 雖然說是比較安全的 但是就是治標不治本的 如果說帶個小孩去吊針的話 又存在一定的安全風險 那到底小孩當他發燒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首先一個這個孩子精神好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麼發燒的話 在38度以下物理降溫 超過38度的話 那麼就39度 38度以下物理降溫 多喝水 然後你不放心 來醫院看一下 如果要是普通的感冒 普通的感冒病毒感染的話 一般五到七天 它就會慢慢好的 如果它一個炎症還在的情況下 那麼它是不可能說 退燒藥啊打針啊 可以一下子立馬降下來 不可能的 有個時間過程 如果要是它是一個細菌感染 比方說化濃性扁導體鹽 白細胞很高 C反應蛋白很高 那麼需要吃消炎藥的 那就要吃消炎藥 如果它高得很厲害的 需要掉皮 那個時候才開始掉皮 不是所有的發燒都要掉的 醫生還跟我們說 38.5度其實是小朋友發燒的一個臨界症 如果小朋友體溫在38.5度以下 而且可以如常飲食玩 精神狀態不錯 就可以用物理退燒為小朋友降低體溫 如果小朋友的體溫超過38.5度 而且沒有精神 食肉不佳 不停在哭 最好就是去醫院 找了小朋友發燒的原因 另外生活調查團 還想提醒各位媽媽 在幫小朋友探養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六個月到四歲的小朋友 是不可以用紅外線溫度計鑑 其實測量體溫最準確的 是水銀溫度計 調查到這裡 我們可以總結一下 在這麼多物理退燒的方法裡面 退熱貼和溫水敷腳的方法 是比較適用於小朋友間 而物理退燒 只有一種附著的療法 並不可以從根本上醫病 所以各位媽媽在發燒 讓小朋友發燒超過38.5度的時候 就要及時帶小朋友走醫 調查到這裡 相信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特別是爸爸媽媽 對於小朋友在發燒的時候 應該如何處理 就已經有一定的認識了 其實小朋友成長的過程當中 發燒並不是好像 紅水猛獸來得那麼恐怖 因為發燒就是人體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 只要處理得當 小朋友一樣可以絕撞成長 今天的節目時間到這裡都差不多了 如果電視機前的你 想了解更多關於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妨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8點半 鎖定公共頻道生活調查團 下期等一時間我們再見了 拜拜